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位我神交已久的艺术家老杨 他目前的生活状态和他的创作状态 其实老杨呢我们俩认识了好多年 但是阴错阳叉从来没有碰到过 我去云南的时候他在上海 然后我去上海探访朋友的时候呢 他又在景德镇烧瓷 最近呢我们俩有了一次长久的谈话 经过他的同意呢 我想把我们俩的交谈内容呢分享出来 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他面对并思考的中国问题 在朗看来宪法是人类创造的奇迹 是最美的诗作和精神典范 如梦如幻鬼使神差大自然必须知道 2024年9月20日到26日 北京尚院艺术馆举办 以诗之名全自助诗歌节 艺术家老杨新向往之想去现场 完成另一件同名作品读诗 这几段视频呢是老杨这几年曾经参加的 朗诵诗歌和他相关的行为艺术视频 大家在其中呢可以看到老杨的艺术追求和他的心理状态 老杨的身份呢是自由艺术家策展人 陶瓷装饰国家一级技师 老杨的个人作品呢 主要以雕塑油画陶瓷创作为主 并且跨界电影诗歌戏剧舞蹈行为艺术等创作领域 2007年 老杨就已经做了情色及其他他的个展 地点呢是在云南民族博物馆 2008年老杨做了自己的油画作品个展 2016年他做了花间集又当别论 老杨当代高温颜色又画展 也在云南民族博物馆 2021年他做了万物生长靠时间 流浪者2019至2020年时光碎片 上海天物艺术中心做的个展 2022年他做了底线 老杨陶瓷作品个展在景德镇 2023年他又做了猫屋 老杨陶瓷猫星人作品展 2023年也是同年啊 他在景德镇举办了 差级有关日本艺术的个展 差级在日文中是不完美和朴素无常的意思 从上面我所展示的他的绘画雕塑 和行为艺术的视频 你能够感受到老杨的思考方式 和他的叛逆探索精神 前面说了老杨已经同意 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呢 可以公布于众和海外的朋友分享 虽然呢他自己是 可能不能直接到油管 看到他自己的分享内容 没关系 他回头应该是有机会能看到的 那么我现在呢 就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说老杨啊 你当艺术家多久了 这么多年都没有机会见到过你啊 哈哈 老杨说 艺术家外言是宽泛的 不限于画画或者做雕塑什么的 诗人 作家 哲人 舞者 歌者 都是艺术家 标准始于自己创作完整的原创作品 从这个角度说 我16岁就做艺术家了 那时我写诗和电影剧本 算算已经40年了 我的第一件原创油画作品 大概是在22岁时画的 因为我们相当的熟络啊 所以我的问题呢 都是比较直接的 我就问了 当艺术家是否一定贫穷 你周围的艺术家 他们的状况如何 老杨说 真正的艺术家 大部分都清贫或生活拮据 不是他们没有收入来源 而是收入速度 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艺术创作往往需要大量的投入 特别是创造力和表现能力 越强的艺术家越能花钱 我身边也有腰缠万贯的艺术家 作品卖得很好 艺术家有时需要仰仗命运和机缘 一种是命中待财 二是遇到看懂并喜欢他作品的人 嗯 有道理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问他 那你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老杨说还没有最得意的 不同时期会有表达到位的作品出现 但我总相信还有更多好作品能创作出来 我又问 你最喜欢在什么时候创作 老杨说 没有特定的某时某刻某地 但说到创作高峰期 基本上都是手上有点银子的时候 可以不计成本肆意妄为 所以钱花完就会进入低谷期 有时我一年只做一两件作品 那这些年你都获了些什么奖呀 国际范围呢 老杨说 我基本不参加任何的行业组织和协会 更不参加艺术评奖类的活动 在我看来 艺术家只有始终保持独立状态 警惕依托世俗关系和权利获得认可 哎呀好牛啊 才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毕竟艺术家靠作品说话 又何况绝大多数艺术评委水平并不高 理解也有限 有许多还是门外汉 不配指点艺术家作品或支配艺术家作品命运 我唯一的一次拿到个第一 是在日本京都艺术馆参展 主办方自己评选的 事先我并不知道有此事 这种事回到生存面看 保持独立性 也许在世俗价值体系中是一种错误 但作为艺术家 尤其是当代艺术家 这个算是基本的个人素养 再遗憾也应坚守 哎我觉得老杨这段回答 真的水平非常高啊 大家评评 我又接着问 那你和国外的同行比起来 你们的生活 你的生活工作和国外的艺术家有什么不同 老杨说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基本是一样的 如有不同 就是所处的地缘文化政治 民俗民族风俗不同 处在当下的中国 艺术品市场可能不好 社会也没有太多生存保障 艺术家要忍饥挨饿 但无处不在的社会不平 贪污腐败 造假和谎言奇幻 这种事情却世间少有 这正是当代艺术创作和表达的巨大源泉 从这个角度看 恐怕是全世界同行比不了的 所以欢迎艺术家来中国创作 哈哈 我认识的好几位朋友 有的去了美国 有的在纽约 也有呢 有的到了泰国清迈 也有人在日本 那么我问老杨 那你也想过出国生活吗 老杨回答说 本来地球都是人类的家园 每个人想在哪生活都可以 然而国家意志这个东西 阻挡了人类的天然选择权 由此 我也只能生活在出生之地了 还有根本上 还是因为我没有银子 无法自由出行 那我问老杨 你说说你周围的艺术家 他们认出去之后的感觉 和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老杨说 目前我知道的都说好 自由啊 那我接着问 老杨 下辈子你还会选择艺术家这个职业吗 老杨 一本正经的说 如果下辈子可以自己选择 而我知道上辈子我在做艺术家 那我肯定还会选择艺术 自由 独立 简单 敢于表达 保有底线 良知 能随时遇到包容 真诚 浪漫的人 多好呀 老杨 这个回答也是很棒 给你鼓掌 时间差不多了 我还有两个问题 问了老杨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通过打字 这种微信上聊天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最快 最直接的一种沟通方式 我能去的一些平台 那他去不了 所以我们两个共同能用的 最沟通顺畅的软件 就是微信 我问老杨 你现在最快乐和最不快乐的地方 是什么 老杨说 我最快乐的是 可以全身心的沉浸 去做创作 我最不快乐的地方 好像没有最不快乐的时候 或者说我只有失望和一丝绝望 因为这个世界 由坏人主角 始终都不好 好 现在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问老杨 那你未来有什么目标 或者机会 老杨说 机会也许是有的 我期待他的出现 我们是为末世而生的人 期待他如期降临 我对未来没有设什么目标 保持四处流浪的状态吧 这样无论将来到哪里 都可以自在 天色已晚 我和老杨就结束了我们俩之间的聊天 我说老杨这个自由艺术家 他是不同寻常的 我觉得他的思考方式 和他回答问题的那种角度和深度 是我很佩服的 他没有痛哭流涕地 高喊一些什么主意 也没有放任自己 吸这个抽纳 但是老杨呢 他的所言所想 都流露在他的作品中了 从这一点呢 我就很佩服他 他将一切都付诸于作品和行动中 这些作品呢 一定会流传很久很久 听了老杨的答复呢 我现在也在问自己 如果我现在也在国内 我会把自己的创作艺术道路 设计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又是如何面对生活呢 我不知道 但是看到老杨的这些 发自内心肺腑的答复呢 对我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老杨 他是中国从事艺术创作中 成千上万钟的其中一个 你觉得他面对并思考的中国问题 包括他所思考的人类的问题 其实啊 前一段时间 我分享过一篇 他写的关于AI未来的文章 也很有意思 通过阅读他的文章 和他的答复呢 能让我们看到中国艺术家 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你说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谈一谈你的思索 谈一谈你对中国当代艺术家 对世界艺术的想法 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当然 我们探讨艺术家 探讨艺术 其实我们是在探讨世界 探讨艺术家背后 探讨艺术家们 所热爱的 这个五颜六色的 也是乌七八糟的世界 这正是这个世界的吸引力 诚然 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 一直都在善恶之间 循环往复 自从有了人类的出现 那么我们也感谢艺术家们 在和这个世界的互动中 带给我们美好的艺术作品 带给我们思索 带给我们向往 带给我们希望 带给我们快乐 带给我们深沉 带给我们宽容 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